因此许多外语的借此就进入到了上海话的方言里面 那么成为上海方言的部分 甚至普通的人都不知道它是来自于外语 就好像上海话就是这么说的 比如说 斯巴林熟 那就是弹晃熟 Kesme Kesme就是细毛线 这都来自于英语 那么 再比如说 有一个叫Locolor Locolor 这个词呢 就是指一个人很有气质 很有风度 这个感时髦 它来自于英语的color 就颜色 色彩 因为这个Locolor它这个风度很好 又敢潮流 所以说它当然是多彩的了 这里是北方第一大港 天津港 以前很多位于内陆的企业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进口一套超大型设备 在运往目的地的途中 力尽艰辛 一路上要拆除收费站 加固桥梁 抬高输电线 这些费用加起来 有可能高达数百上千万元 同样 企业生产的大型设备 要经过港口起运 也会遇到同样的麻烦 因此大力发展临港工业区和产业带 将是未来港口发展的趋势 目前天津的临港工业区 面向内地招商 以自建码头的优势 吸引了大批企业 大大降低了这些企业的物流成本 我们的企业主要的是 从事大型岸边装卸设备的制造 在过去像我们这样的企业 多数是坐落于内陆地区 受运输的限制 往往这个产品不能做成整体 需要做成单价 往往在运输的过程中 会受路面宽度 高速公路收飞弹卡口的 这些个因素的影响吧 现在我们的企业 就直接就建在一个岸边的旁边 我们拥有400米的岸线 而且在制作过程中 我可以进行整机的制作 调试 然后通过水运 直接运输到业主的码头 这样同时既节省了业主 在占用业主码头的时间 也提高了业主码头的使用效率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港口上都是进进出出的车辆 上上下下的起重机 遍地的集装箱和吵闹的机器声 简言之 人们通常把港口是做忙碌的工作地 很少能将其与休闲旅游联系在一起 然而随着工业旅游的兴起 依托港口建设或改建的休闲旅游项目 正越来越受到个人和家庭的青睐 东江的旅游沙滩 是天津港临港经济建设的一个项目 未来这里为城市提供新景观 为市民提供旅游休闲场所 也为天津港的综合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无独有偶 日照港正在规划将已经有15年历史的 泄梅作业线改造成一个工业旅游项目 与附近的游艇码头遥相呼应 成为日照式新的风景点 北海港是自然环境优越的避风港 每到台风季节 附近的渔船和货船都会停步在这里躲避风浪 港区里的两台门机是上市街